花蓮一對新人即將在12月要結婚 為了要給賓客留下特別的印象 新郎官的父親是當警察將近30年的警官 他就設計出罰單洗鐵 讓收到紅色炸彈的親友是嚇了一大跳 不過也都說真的蠻有創意的 罰單來了 罰單來了 收到粉紅色罰單 上頭密密麻麻的文字還附帶條碼 不禁讓人打冷戰 只是這個罰單怎麼怪怪的 放大仔細看 車牌號碼是520LOVE 照片也不是違規瞬間 而是新人的幸福寫真 原來誤會大了 這不是罰單啦 而是洗鐵 我有跟近後一位開過人家說 這張真正的紅單 是你要繳國庫 我這個紅單是 許願的紅單是你要繳給我 南方爸爸喬喬喬 這張長得像罰單的創意洗鐵 是他兒子的 小兩口將在12月完成終身大事 為了要留給賓客最特別的印象 憧憬將近30年的爸爸 和兒子突發奇想 設計出這張超特別的罰單洗鐵 我有想到兩種 一個是罰單 一個是用那個月台票 違規事實變成幸福人生條例 第1314條99項99款 報到處所改成洗眼地點 填單人和舉發單位 則是新人以及雙方家長 你被罰喔 你警察局長也敢抓喔 我不是 這個是我兒子的結婚照 沒有這個看起來就像罰單 親友打開這張罰單 心情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頓時充滿歡樂氣氛 顛覆傳統思維 跳脫就有框架 創意滿點的洗鐵還有這些 機票遊樂園門票應有盡有 最近正夯的款式 還有充滿原住民風土民情的四眼會風格 就參加期驗的時候 帶這個啊 然後這張是給親友做紀念的 然後這是一張騎鐵 然後這個是入場卷的意思 創意酷壽的小巧思 不僅讓騎鐵變得與眾不同 也讓收到的賓客會心一笑 記者林千億徐立琴花蓮報導 有一隻還用畫質更漂亮的